今年元月份强烈寒流造成全台农作物损害 农委会也在第一时间公告灾害补助计划 但是南投县内许多乡镇、栽种的香蕉 最近才明显出现损害的情形 中疗乡公所已经接获了70多件的通报 由于已经过了申请灾害补助的期限 进一步向先政府反映之后 目前已经汇集了农作物损害的资料 先政府也预计这礼拜会请农政单位专家进行勘查 之后再向中央争取后续救助情形 一眼望去 整片香蕉园、香蕉的叶子因为含害的关系相继枯黄 甚至有些香蕉树因为叶子无法制造养分的关系 香蕉也跟着无法成长 农民这次损失可以说是相当惨重 就在这个清卫这个生来 挣一下就很严重 香蕉都搭了 香蕉也不错 他在第二代也说都没效 全空就很辣的 平均也都没辣的 不错没人就挣香了 都去挣香了 香蕉这个东西 在我们本村里面 我们中老乡这个大面積来 在香蕉就很逃避 跟甘结尾都很逃避 但是甘结尾要不太严重 就是香蕉最严重 这里是中疗乡的广兴村 当地的特产就是香蕉 村内的农民靠着种香蕉赚取生活费用 但是元月份的寒害 所造成的香蕉树损伤 一直到最近才显现出来 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台湾对吗 去台湾没有太多人 看起来当然 不然我们军党你们都看这些东西 这里没在乎我们是 要听什么 这本来是收信正 我们有跟这个农民法部 我们的公文来时到二月起始 不过就是在这个 这个生日董的时间 都董下大家都没想到这么严重 到现在要买这个出入头厨 再打下去 期间拖挣下去 现在农民孙已经很严重 农民也感觉很严重 因为一个香蕉 你修生要一年 一年你现在像孙海蕉 后边都没修生 也不知道后边的好奇好长 没人知道 行害一般它是在冻伤之后 经过了太阳的照射之后 它会越明显 所以有一些民众 他们可能 除了日期来不及申报之外 他们可能一开始 以为它的作物没有受到伤害 然后在出了太阳之后 开始黄化了 才意识到说 可能是有差害的发生 到那时候要来申请 却过了申请日期 来不及申请的部分 县府这边是有请他们到各公所 这边来登记 那可能他们会在跟上面 争取一个 在救助的一个机会 那来登记的部分 也是以香蕉农居多 中疗乡栽种香蕉的面积 将近1200公顷 海拔越高 含害受损面积越大 农民来不及在2月4号前 提出灾害申请补助 更是相当无奈 对此县政府也表示 目前已经会整各乡镇市公所 送来的灾损资料 将会努力替农民 争取中央灾损补助 照顾南投的在地产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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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南投的 cré 是 感谢观看